一個名稱,就是叫Java 它就會自動幫你建一個Java的資料夾 放在D點底下,OK 開起來之後,這個環境就是 一個ID的整合開發環境 可是第一個,可能就遇到第一個問題 它是英文版的環境,打開之後 這個WearCamp把它關掉 基本上這一邊就是它的專案的總管 然後這個中間就是我們寫call的地方 這邊的話會有一些 如果這個部分在Java裡面暫時才用不到 有一些Android裡面用的比較多 底下的話會有一些執行之後的 可以在這邊,可以繡出最後的結果 如果今天第一個問題就是 假設我今天把Eclipse變成中文化的版本 也許你需要,也許你不需要 如果你需要的話,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也非常簡單 直接載到哪裡呢 再到我們的Eclipse裡面 直接Eclipse裡面的話 裡面有 如果說你要找中文化的版本 直接就到Eclipse底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search 記得一個關鍵字 這關鍵字叫BABLE BABEL BABEL 它是一個 類似 語系的一個專案 就是說各國語系 如果你有各國語系的需求 然後會有一些 就是 善心人士 他會幫你翻譯 翻譯完之後他會把它傳到 因為他這個 ORG Eclipse 本來是 IBM的子公司 或IBM把它捐出來 變成一個 非營利組織 所以你在BABLE裡面 search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叫 Eclipse BABLE project download 這個選項 download的地方點下去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好多個版本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的版本是最新的 這一個 最新的這一個 叫 Camprier Camprier 不是前面的 Juno是4.2 這個 Indigo好像是3.7 就是比較早的版本 我們是這個 這個版本 其實你在Eclipse 打開之後 就會秀出它的版本 我們就把這個版本點下去 它是一個 所謂的那個什麼呢 Language Pack ZIP的一個 打包檔 然後呢 我們就找到我們 對應的版本之後的話 裡面找到一個 叫 Chinese Trendition 應該是在這邊 有沒有 Language 裡面 然後呢找到 百分比最多 因為這個都是 所謂的那個 剛剛講 善心人士 我也不知道是誰 他就幫忙翻譯 但是不見得翻譯 都翻譯得非常好 有的時候可能會